前不久 娱乐圈的百味明星和各大视频网站 联合发表声明 抵制影视作品二次创作 这件事还没尘埃落定 作为掌管曲界发展的曲协 紧跟热度发了一篇 加强相声界航风建设倡议书 中心思想就是坚决抵制 封建航帮漏袭 此话无疑是在说 前途正好的德云社 面对江坤的又一次的质疑 郭德纲该如何应对 2005年沉寂十年的郭德纲 带着出城规模的德云社 在相声界站稳脚跟 德云社的红火 让暗淡无光的相声行业 又一次焕发生机 势如破竹的德云社 让稳坐曲协主席位子的江坤 感到不安 没多久 江坤就在曲协内部召开会议 倡导曲艺从业人员 守住自己的道德和义德 不要去做哗众取宠的小丑 说相声就要摒弃掉三俗内容 这一次会议正是拉开江坤和郭德纲之间 长达数十年的较量 在这期间 郭德纲带着德云社 从名不经传的小班社 慢慢发展到如今相声行业龙头位置 德云社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了解并喜欢相声这门传统艺术 从而也为相声的传承 打下一定基础 可以说 郭德纲凭借一己之力 做到了曲协一直以来想办 却办不到的事情 反观江坤 却将相声树枝高阁 明年江坤即将面临卸任曲协主席一职 为何要在这个关头 再次引发自己和郭德纲之间的矛盾呢 严决抵制 以德云社为首的传统相声班社 逼着他们放弃相声行业的传统规矩 迫使他们慢慢的向主流相声靠近 既然没办法阻挡德云社前进的脚步 那就想办法让德云社自乱阵脚 这次会议除了抵制三俗之外 江坤还特意指出 以实命家法为大 三年学徒 两年效力等 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江湖陋席 十分影响新时代相声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这个倡导书已经发出 郭德纲第一时间转发并复言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与全体同仁一道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培育新时代行业 兴奉正气 老郭用一句话 将三俗这顶高帽子送给江坤 不知从何起 相声界被分为了主流和非主流两大流派 后来区域界也照护画瓢 分成了杂钢与挺钢两大流派 前不久 曲协主席江坤在一个座谈会上 号召全体曲域人抵制三俗 治理三俗 在创作中自觉摒弃低俗 庸俗 媚俗的低低趣味 严厉打击 饭圈文化和各类无底线炒作 同时对文艺工作者的职业道德 和航风建设等问题 表示特别的痛心 每一次出现的一些问题 我都是觉得特别痛心 我们要把那些 媚俗的低俗的庸俗的东西 要把它铲除掉 随后各地曲域家 深受感染 纷纷发声力挺江坤 山东曲协名誉主席 孙立生发表了 正本清源恰逢其时一文 并通过微信传给了曲协主席江坤 孙立生激动的说 感谢曲协倡议书 说出了他心底的话 目前相声界存在 灯趴扁拽的不良现象 所谓灯趴扁拽 就是认为自己的艺术至高无上 在目中无人的同时刻意贬低同行 一想到这些年自己从一个相声艺术的热爱者 变成一个观众心目中的陌生客 孙立生百思不得其解 某些相声演员在舞台上自无忌惮 以杂卦现卦为由进行低俗表演 对同行灯趴扁拽 刻意扁低 这样的行为必须严厉批评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居认为 应根治陈归陋席 老一辈艺术家经过艰苦的努力 才丢掉的行业陋席 如今死灰复燃 这绝对是一种退步 也是对老一辈艺术家的亵渎 除了上面几位中国曲协顾问 曲协航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崔凯 也对传统曲艺发展中存在的现象 给予了深刻的批评 在崔凯的文章中 重点批评了部分相声演员得不配位 经不起名利的诱惑 这些相声演员耐不住寂寞 渴望一夜成名 甚至不惜以低俗相声来换取 廉价笑声 拿糟粕当摇钱树 推开此话 直接将矛头指向德云社 曲协应该给郭德纲发一个牌子 中国曲艺之地 中国曲艺的摇篮 24时之后 大家透露一个消息 某些相遇今年的三月中下旬 进行换街大会 这大会一开完 某人就要下去了 哎呀 从十月一拖到元旦 再从元旦拖到春节 再拖呀 有能耐你拖到五一节以后啊 有能耐今年你别换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 对这个位置如此的迷恋 主流相声界携手说 天津相声春晚 是拿丧事当喜事办 哎哎 过分了啊 大过年的说这种话 怎么的 德纲社跟你什么丑 郭老师跟你什么怨 跑你家祖坟了 还是吃你家大米了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的 有点丧心病狂了啊 急了是吧 看着今年各大卫视 和央视春晚 都邀请德纹社演员 急了是吧 再就那些携手 有那先姑父 你多多关注 深圳分一项大会的 卖票情况 卖了十几天了 才卖出了五等票 当然 你们不出票房 你们有专项资金扶持 这真要推到市场上 你们都得饿死 各位看到了吗 他们竟干这种事 看不过去了 正看不过去了 我就是个就得为我们 取写防疫大哥 降老太空 说几句话 这位写小作文的 言雄同片文章 都在对 降防疫述法作品中的 笔画错误 纠缠不朽 这里多一横了 那里少一点了 这篇该冲拙了 那够该超优了 纠结程度 有如小仓要大仓 还够着肥肠 性耿 价脑 还打着鞠钢 还是玩气 客观来讲 降老太空的术法 虽摊不到现 凤道骨 拱敌损后 但也能算得上是 韵笔通畅 行云流水 毕竟是术法 名价之后 我敢向秦皇保证 他的新潮水平 在相行业文具 在庙堂 呃 庙堂之后 放眼整个 原来圈 也看成绝对的 前列之线 术法艺术中的 新潮 尤其是潮术 更注重的是 通过走笔形末 让文字形体结构 发生变化 达到全身的效果 是用来欣赏 汉字变形以后 带来的 漂亮的美感的 不是用来叫小孩 认字的 术法艺术 当之不愧 可以成为国粹 作为相声 飞翼传承员的 蒋王毅 能把术法艺术 传承得 由此到位 我也是 妖重的佩服 当然了 如果说蒋王毅 能够在 相声传承上的 所作所为 也能让我 像术法这样 离之气壮的 为你拔创 就完美了 One hour later 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见证一个 历史的时刻 美国华人艺术协会 设立了一个 亚洲最具艺术的 奖项 艺人奖 有三十年了 这个奖项 曾经颁发给 侯宝宁 马友勇 等一批 杰出的艺术家 今天呢 艺术协会 决定把这个奖项 收给我们 郭德纳老师 好 下面我们有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国纽约的 总领馆的 总领事 孙国奖大使 上台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零和国的 共参 女海莲女士 美国华人 美华艺术协会 会长 对不起啊 周龙章会长 要请 一起给郭老师 颁这个奖项 请大家鼓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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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份 呀妈 这也不老认识的 但是在后台 我听他们说过 终身成就 我就够呛了 给过张军秋先生 给过吴赵南先生 对 侯宝林先生 人都老艺术家 我一个体质外的 闲散艺人 哪说理 边侧一下吧 是吧 是 你出多少钱 你出 我出 出卖 出卖 你给你拿好牌 谢谢 咱来 谢谢 谢谢 长这么大 也没得过奖 谢谢 侯宝哥奖 在这儿得 谢谢 吴宜 我说你 生生成就长 我觉得我还能活几十年 希望有成就 现在愧不敢当 无非一个补充的象征艺人 听本事吃饭 尽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